对钻石有研究的观众朋友 对于彩钻应该不陌生 难得一件的色彩 再加上做工精细的设计 是让人爱不释手的原因 南加州有一家珠宝钟表集团 目前举办了展览 让大家一睹为快 彩钻稀有 价值也相对高 南加州昌新珠宝钟表集团 日前举办了一场珍宝展 展出难得一件的彩钻首饰 项链 戒指 耳环 手链等等 应有尽有 其中一款粉红钻戒 价值高达了1400万美元 纽约的珠宝家族 West特特别提供四件彩钻 给洛杉矶县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 从即日起到明年3月 博物馆副馆长Aaron Celestian表示 这次的西游璀璨珠宝展 将会是从201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钻石展 参观者将可以近距离亲眼看到四件珍贵又绚丽夺目的钻石 包括了30.03克拉的粉钻 以及2.83克拉的紫钻 千万别错过咯 提供展览品的Scar West也表示 一般大家对彩钻的认知只有粉红以及蓝色 其实还有棕色、灰色、黑色、黄色、绿色、红色以及橙色等等 黄色钻石被专家誉为十分罕见 粉钻、蓝钻以及绿钻则是极为罕见 更别说是红钻、紫钻以及橙色钻 简直就是西式珍宝 他也教大家分辨好坏 要看颜色、大小以及切工 每种颜色也为佩戴者带来不同的气质与光彩 展出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 但是昌星珠宝执行长为具有执照的宝石鉴定师 提供鉴定服务 他们也有彩钻的图样与介绍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前往昌星珠宝店面了解详情 感受珠宝首饰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中旺电视采访报导